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俄新社和塔斯社报道,俄罗斯西部军区12日发生了一起悲剧,一架苏30战机在加利宁格勒州的训练中发生坠毁,导致机上飞行员不幸身亡。 初步调查显示,事故的原因是机械故障。 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,军事训练中存在着极高的风险,必须保障飞行安全,确保士兵们的生命安全。 我们对市区的飞行员深表哀悼,并希望俄罗斯军方能够加强飞行安全措施,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